很漂亮嗎? 在房間充滿酸筍的味道就選擇這一款 為什麼我咳到這樣? 因為我太大膽了 不是我沒事 我們今天要試吃五款螺絲粉 現在我們先煮第一個 李子七 它很出名的 這是內地 先開個靚火 這個火是不是想燒死我? 現在要等它煮粟 這個是厚寬螺 看看有什麼 很多包東西 好了我試了 李子七的螺絲粉 酸筍 雲耳 在這裡試試 它的麵質很彈 比起米線來說 它是硬身很多 剛才聞的時候 它的酸筍味是很出的 但現在煮完出來之後 我又不覺得它聞起來那麼酸 反而是很香很香的 酸筍味 好了第二個來了 第二個就是 厚寬螺 這個是另一個筍味 跟剛才說的爽脆是不同的筍 這個筍 它這個筍 真的是我們香港人 可能會抗拒少少的酸筍味 如果在味道上來說 我自己暫時比較推薦 這個李小七 如果你想打大佬的話 你想直接吃地道少少 想房間充滿著酸筍味 那就選擇這一款 螺絲粉的包裝很重要 沒有一個好像這個那麼大膽 又是螺絲粉 有沒有螺絲粉裡面 是真的放螺絲螺 螺絲螺 好 現在拆去看看 這個是 蒸螺螺 蘿蔔乾豆角木耳 它是 它是好喝的 為什麼我咳到這樣 因為我太大膽了 這個呢 真的是平時我們吃的 酸辣米線的味道 好驚訝我 因為我剛才喝它的湯 我覺得它很酸 但是現在呢 可能煮久了一點 我連粉去吃 它是很正宗的 那種 酸香麻辣味 如果你們本人很喜歡吃 四川的串串香 那種味 這種味你們應該會喜歡 這個蒸螺螺 它的配料 比較少的一個 但是它的筍就有誠意了 你看它的筍 這個筍是一大條的 整體吃下去 它的螺絲粉味 酸香味 麻辣味 都不是特別出色 真的想試螺絲粉 新入手 真的很怕臭 覺得可以由這個入手 我們現在要煮最後一個了 好 看看這個是什麼 非常之有霸氣 它叫 裸霸王 它很特別的 它裡面有這個鵪鶏蛋 是裡面的 馬上試一下 人生真的沒試過 一天可以吃這麼多螺絲粉 它每樣東西都挺平均的 它沒有說哪一樣東西 搶哪一個 這麼多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放了 這麼多辣椒裡面 最不算辣的 所以如果很怕吃辣的朋友 可以試一下這個 今天我們試了五款螺絲粉 我把它們分開了兩邊 第一邊就是 你本身就已經很吃辣 很喜歡那種酸爽味 其實我推薦這三遍多一點 因為李子漆這個 其實它是這麼多方面 可以做得很出色 很濃味 很酸爽 聞起來都很香 而這個 整間房間都有它的味道 這個很酸 而這個麻辣味 我剛才說了 香港人很喜歡那種麻辣香的味道 所以這三個是很適合 喜歡濃味的朋友 而這兩邊就是比較淡味 可能你沒有這麼吃辣 或者不喜歡這麼濃味 不喜歡吃得這麼酸 那麼辣的話 其實我就推薦這兩邊 好了 今天的螺絲粉評測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找到適合你吃的螺絲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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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